重新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源 打几小巷都弥漫着海的味道 这些味道都很温馨 这是前线 我们去放到上面拍的 然后现在把它给剪一下 因为我都是在记录自己的生活 简简单单的这种生活 就是给分享给大家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没有去过荒岛 没有去赶过海 有些东西他们都不知道 就一边剪 一边给他们介绍 我们先去吃早餐了 早餐吃了 再带你去早上再去转一圈 好 今天天气挺好的 对 走 这个村里面的这一块呢 放那边全部都是就是这些大地 他们在这里没可以 种地 种地在这里 然后现在你看他这里在弄 你叫他给我种地 你干什么种的 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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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种了萝卜 防晒 遮羊 萝卜 萝卜 小葱苗 这个是芋头 芋头 就带他们过来在这边挖 然后这边这一块 就是我们拿个地里面挖了 我就晚上去他们家里 我给你挖了几只东西 请过来上给你 然后就是游客过来 他就是有种体验 就自己东西挖出来 就是他自己烧不放盐 他就感觉好吃 好吃 就靠海吃海有了 然后这个山里的这种原生态的东西 也有了 因为它这个是我们这边是不打药的 就所有这些种的东西 确实也好吃一点 那昨晚我们吃的那个菜 是不是也都是阿公阿婆做的 对的 就是这种味道会比较干脆一点 好 今天这个海面又是另外一个颜色 有点偏绿 蓝绿色 特别漂亮 然后这里好像这个渔船是 刚刚进来的 在咱们这个鸡山就经常开雨以后 经常能看到这些钢布霍尔 而来的这个渔船 这一船好像都是鲍鱼 哇好多鲍鱼啊 这是刚刚拉进来的 看到这个是那个鲍鱼网 就是流网 然后他们现在就是那个回来了 刚刚海里面回来 就是他们这边在整理网 然后这边在把这个收到的鱼货解出来 然后呢 这里整理好之后 他们又要出海了 然后这个鱼 刚刚就是不上的鱼 现在里出来 就马上他们就送酒店啊 送些菜场里面啊 就很新鲜很新鲜 然后现在可以 值得镜头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最纯我们岛上的这些 那个赶海渔民 天天每天他们做的重复的工作 把最新鲜的鱼货送到餐桌上 每次来鸡山呢 我都要到这个阿姨这里买这个 首捏的这个石莲 特别好吃 阿姨今天也给我们来几杯 谢谢 早上下来了 一起来就想吃你这个 然后早上还没开 是啊 我来白色的 我要吃白色的 咱买白色的 嗯 你要黑白吧 他要黑白 每次来就等着这一口 好吃 来鸡山一定要认准这个阿姨 尝一尝他们家这个石莲 真的不一样 看上去好像颜色 跟我们平常吃的那种透明的 不太一样哈 但实际上他这个口感 真的绝了 我们去他家采访过的哦 上次过来还是在装修 对吧 上次还在还在弄这个 现在已经搞好了 已经开业了好几个月了 我们接下来会为旺喜书做一个长期的文化输出 那我们也会邀请上海这边的大家陆续的来到这里 像这一次很巧 嗯 我们请了两位漫画街的大家 然后这是我们在画画的是我们十岁人 嗯 老师 然后这位是我们的漫画蚂蚁 哦 那怎么现在就也是以这种文化注入的方式 就是让这个咱们这个积山这个更让大家看到 对是 这个就是您这两天在这里画的一些随手画的 对对对 这个就是这个位置 对这是这个位置 我是第一次来这边 然后我来了以后感到那个非常放松 然后在那个城市里的那种焦虑啊什么的 就很快得到了释放 然后也重新激发了我的那个创作灵感 所以我在这边画了文化 因为其实我在那个上海啊会 嗯 其实没有心情去做这个 节奏太快了 焦虑嗯 对的 所以来了这边好像等于是像重新获得了生命力 然后整个那个身体里的那个生命力 就被重新激发了出来 对是这样 把整个差不多兜了一个比较小的圈子 去滋滋细细的去钻了一下那些小巷子 看了一下老石头房的 对特别行 不管是走这些台阶的时候 还是在钻这些小巷子的时候 就是总是能够闻到就是各种各样的生活的气味 不管是每一个住家里面自己传出来的那种家的味道 还是大街小巷都弥漫着那个海的味道 就是就是就是这些味道都很很温馨 客人除了在看风景的同时 他也可以来到我们忘喜书休息一下 听一下大家们的一些分享 见面会 他一些作品的分享和生活的分享 这是一个人生不同的一个经历吧 其实在岛上逛累了以后 就是来到这个忘喜书八做一步 没想到吧 咱们这个鸡山岛还有书八 喝一杯咖啡 然后看一本书 真的挺不错的 毕竟读书是一辈子的诗 是的 好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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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 就不分享 要么么么么么么么 又不分享 各位 我们可以了解